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他意识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江家邦不得不面对 或者说不得不把自己一直掩盖的真相暴露于天下 我们早就提到过 中共各派势力透过海外网站放风 又把国内本身透过防火墙给封锁掉 或者有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百度上今儿你能度出来 明儿给你咔嚓给咔嚓了 把百度给你弄没了 就是今天有码头 明天没码头 后天可以让你走到江中间的时候 咔嚓给你翻了船了 他就来这时候活 因为他手里有权力 但是他这个权力有限度 这个权力被用于在操控这些东西的时候 来为了打击对手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派别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整个原来在江家邦的体系 在薄熙来这件事情的冲击之下 在卖人把自个儿的伙计就一个一个往下卖 就是当兵的卖完了 开始卖鞠卖马卖像就这么来卖 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 但是在卖的过程当中 他就要爆料 爆料是真相 对吧 如果不是真相 爆那个料就扯料了 没用了 瞎掰 爆料造成了真相的披露 真相的披露造成了今天任何人想往回收 收不回来 但是可笑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死到临头乱投意 人有兵乱投意 要死了 所以吃什么干什么 只要能管用不管用放一边 我试一把 法广有篇文章这么说 文章题目说 左派为薄熙来连署维权 官媒指不可恭过相抵 文章讲说 薄熙来被失踪一个多月 一批左派学者在网络上发起签名运动 指执政党违法剥夺了薄熙来的人身自由 要求人大恢复他的自由身 不过有网民在联署网上同时留言反对 指维护最蔑视人权的极左头子薄熙来 是颠倒黑白是非 有趣吧 说的非常有意思吧 最有意思的就是薄熙来被失踪这个词 被失踪这个词用的最多 感觉最残酷的应该是高之胜律师 大家想想 很多朋友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报道 在报道高之胜律师被失踪的这件事情 最后说大家都说的有点没底气了 因为就是说你面对一个畜生你怎么说 共产党就像畜生一样 你说不了人话 他也不听了 他听不懂人话 在这个背景之下 很多朋友觉得高之胜律师当时被失踪 到最后就没有信心 包括他的太太都认为很可能高之胜 已经不在人间了 那非常庆幸的是他确实还在人间 但是今天被失踪这个词放在了薄熙来脑袋上 大家咋么咋么什么感受 我觉得确实这个体制 他的邪恶就透显出 什么叫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是绞肉机 胡锦涛你也在其中 所有的人都在其中 今天薄熙来也在其中 今天江总书记都那样了 咱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了 我只能说都那样了 他依然无法放弃他的影响力 可怜不 巴掌多的老头 就眼珠子好是不好是都不知道了 但是他一定有人要用他 记得当年邓小平要死没死的时候 我就说你说邓小平怎么样 邓小平后来可以杀学生 再后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当年邓小平想死 有人就不让他死 那叫不得好死啊 这个联署运动发表之后的第二天 人民日报就有反应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 发表了题为官员有没有公都不可违纪违法的评论文章 指薄熙来受查围绕其妻子涉嫌毒杀英国商人海武德 而薄熙来本身严重委惧 这与他在重庆执政时的评价毫无关系 如果有人认为薄熙来功大于过的话 可以对他的违法违纪构成免赦的话 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偏差的 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做到功过相抵 说的很绝对 这种绝对是一种反击 而这种绝对本身呢 是针对海外的那个连署的文章发出来的 大家就可想而知 我们不管他们之间怎么去咬了 大家就能想象 今天中共各派势力借助海外的媒体 在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 这个话 这个事实是准确的 文章也提到薄熙来的兄弟薄熙成 实际在本月10号就是4月10号的时候 已经向他所有军界政界的朋友 发出了短信 短信说薄熙来案件已经被中央坐实了 所以大家各自保重 不必再努力了 文章接着说 以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华裔学者 叫做相关旗为首的五名左派学者 和文人22号发起了一个运动 叫做人民声援运动 写了公开信给吴邦国 在信中没有提到薄熙来的官位 而直接说 他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人大代表 他们指出薄熙来3月15号 失去人身自由 感到震惊 认为中共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 22号拿出来的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 22号拿出来 就是我在那期节目当中提到 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在温家宝从20号到27号 出访欧洲的这个过程出现 那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所谓的联署 就是混淆视听 瞎来了 拿起法律的大旗 开始瞎来了 这种瞎来的原因就是捣乱 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死 大家想想 曾庆红 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各大佬不高兴了 江总书记喝咖啡去了 85喝咖啡去了 喝的Starbucks还挺逗 那紧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 整体的封网的运动 所以这是我一再提到的 再加上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 整个原来的江家邦 意识到火会烧到他们身上 他们必须反扑 但是温家宝在这件事情上 作为主导 一直在前列 所以只有在温家宝 不在国内的时候 他寻找一个机会 大概我是这么看了 发起人接着解释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除了经检察院批准 或者法院规定之外 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 不能被侵犯 至于非法拘禁 和非法剥夺 或限制人身自由 也受禁止 此外 未经人大会议主席团 或人大常委许可 人大代表不受抓捕 或者刑事审讯 但是薄熙来相关的权利 被剥夺了 他引述的是这么一段权利 有多少房子被强拆的老百姓 在引述这样的法律 有多少家庭 自己基本的权益被剥夺之后 引述这样的权益 六四的学生 六四的受难者的家属 有多少人不是引述这样的权益 我们看看大街小巷 被强拆的 被这个的 被下岗的 被这个的 被一切的 被封网的 难道不是违法宪法吗 你干嘛不替那些人说话 你自己能翻墙吗 如果你自己不用翻墙 或者你用翻墙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自由 提出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说话呢 所以这不就扯吗 而这样的人还能够敢说 这就可怕了 明明事实表现在这儿 他还敢去替别人说 拿起宪法来表示 正像有些法律的朋友提到说 这次把薄熙来拿下来 也是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的 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 我自己的评论一直这么讲 从学术的角度 从正常的社会角度 非常赞同 但是现今的中共社会 中共的集权制 你这么说就是很文化 没有用的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过程中 希望 如果按照温家宝的角度来讲 希望他人性的一面 正像他所表述的概念一样 真的去给中华民族的历史 给中国人 给整个这片土地生活的 几千年 上万年的普通的中国人 一个真正的答复 经得起历史 经得起时间 经得起法律的考验 那就对得起人心 共产党爱什么党什么党 任何人借助这个共产党 所做的罪恶 把真相你拿出来给大家伙 大家伙决定 要这个党 还是不要这个党 其他的都扯 薄熙来家族和 古开来家族的产业 在香港的产业 受到调查 这是昨天的实际拿出来的消息 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 这个消息才披露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 当时是怎么报的 法广的文章的题目 是这么说的 北京调查薄熙来家族在香港的产业 文章是引述的南华早报 说北京派员到香港调查薄熙来家族的资产 同时工作组还将在香港调查有关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媒体报道的消息的来源 香港媒体曾经广泛报道周永康与薄熙来计划逼宫习近平夺取控制权 那经常爆料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海外的中文网站呢 也就在这一两天呢 遭到黑客的攻击 被迫牵制 所以今天你打开网站呢 有一度也看不着 大概他就报了这么个消息 所以分成两点 第一调查薄熙来家族的资产 那这个设计的面就很广了 因为薄熙来的哥哥薄熙呢 就在香港的一些公司里面任职 任高层 那这样的 其实这种事情呢 高层里面全是 不是他们一家 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呢 就造成了要抛根 就把整个薄熙来家族的根呢 要抛出来 就怕死灰复燃 那至于说来调查有关薄熙来 跟周永康合伙 要谋反逼宫政变的这种消息来源呢 我就说不好 这个问题是在哪了 这个就有点瞎扯了 我们看到的 那是在二月初 美国人在华盛顿灯塔的网站上 披露出来的三个消息当中的第三条 美国人披露的 奥巴马告诉的 您说还谁上哪查去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而这个做法呢 恰恰还是跟我刚才提到 就在温家宝不在北京的背景之下 发生的 所以是真是假 咱拭目以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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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尔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